我们要访问的是亚运登山车下坡赛的岩排 下坡车神阿丹江胜山来节目当中 下坡车这个运动 它算是少数保有各种技能的一个运动 体能啊 技力啊 技术啊 阿丹你说技术里面包含很多种 就是首先我们知识要对嘛 知识要对才能针对各种的技巧 像你的过弯技巧啊 要撇 对啊 或飞跃技巧 就是它很多很多技巧融入在里面 那再来它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它需要胆识 然后还有适应能力要够快 就像说你到世界各地 你赛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场域 对 所以你没办法说 这个弯马上要干满就可以事先知道 就是你都是到现场你才知道 原来这个赛道是长这样子 而且会因为天气因素改变赛道 有人会因为这样子就是受很重的伤吗 就是比这个赛事 然后 嗯 因为你要说到比赛的话 那绝对是风险绝对是高 就像其他像赛车啊 这些你只要是比赛 风险就是一定高 但是你只是当成休闲运动 那你如果循序渐进的话 是还好的 对 后来就因为慢慢的比赛嘛 然后亚洲的成绩也慢慢有上来 嗯嗯嗯嗯嗯 然后开始有赞助商有慢慢越来越多 是 因为台湾本身环境就比较没有说这么好 是是是 所以就是你需要去跑比赛 去累积自己的经验 是 然后再搭配 现在就读台北市立大学 是是是 本身在学校的资源也很多 你训练的一些方法都可以跟老师教授去讨论 然后再结合你出国跟国外选手一些交流 或者是国外车队的教练会有交流这样 然后就是把这些整合起来 然后就是放到自己的训练菜单 然后自己实际去试看看 我现在主攻是enduro 像我刚才说全地形车种 对 这个比赛项目 他这个比赛中子就是说 大家希望能够互相的合作 对 因为毕竟这个运动一出去就是六七个小时 我们很多在比赛当中会互相的帮忙互相扶持 可能像是你破胎啊 断练条啊 会会会会会 或者这些 因为这个运动很特殊就是 你不能接受外面的资源 但是你选手和选手之间是可以互相协助的 本来这10月要是桃园办的登山车赛事 你也是那时候讲说自套腰炮捐的鼓光奖金这样子 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你是抱着什么样子的心情想要来办这样子的台湾赛事 主要就是回馈吧 因为其实在走到现在这条路上 其实也受过蛮多朋友啊 车友啊 当然主要是厂商的帮忙 首先我想到可以给台湾的回馈 就是给那些对登山车有兴趣的选手 让他有个舞台发挥 首先奖金就是想到可以给他们一个奖励这样 本身赛事项目里面啊也非常的多元 就是可能台湾没有办过的比赛 但是其实欧美已经很盛行了 我就把它拿进来办办看这样子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 幽浮Sport Show 27-8 10